來嗅一下 來 介紹你一款 因為其實市面上的髮油種類太多了 很多 其實因為很多的油類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真正吸附到 就是滲透到頭髮底層 這一款其實它是 源自於蜜乳的一個硬加果 它是一種果實 因為它的油脂的成分含量非常高 所以它其實在滲透頭髮的時候 它的吸收力幫助它的光澤 可能彈力都會做得很好 這種油 因為他們家的這個是乾濕都可以用 就是你濕髮用其實就是抗熱 然後可以加速你吹乾的時間 再來就是如果是乾髮用 是比方說像早上起床 頭髮比較毛躁 你就可以抹一點點的量 只擦在尾巴 可是真正吸收最好其實是濕髮 洗完頭 對 因為毛鱗片整個張開的時候 你藉由熱度 然後跟你熟的時候 把毛鱗片去做 哎呀 要接身體 要接身體 好 那我今天先幫它就是 很像加抱現場 模擬是施髮的時候 對 就先試一半這樣 好 那像如果你是像窒息這樣的長度 然後這樣的量 其實一邊我就大概建議你幾個兩下就可以了 對 然後你一定要在手上先整個搓勻 對 那低一下一定是髮油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是從尾巴開始 拔尾 然後用兩手像夾心的方式從尾巴輕輕的往上帶 要這樣子嗎 不用不用 你就輕輕的往上抓就好了 那我可以每天擦嗎 可以每天擦 這個就當成日常的保養在做使用 對 就是每天擦 然後你稍微再把毛鱗片密合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用吹風機把它吹乾 好香喔 那個味道 而且它味道是很舒服的 有一點火香調 是現在大家很火紅的 小蒼蘭的味道 對 就是味道很有質感 可是片都會香香的 大家在吹的時候一定要 順著毛鱗片就由上往下 可以稍微用就是手掌或指腹巴 毛鱗片夾一下輕一點往下吹 好 那我大致吹乾 其實你看它的光澤度 而且它超級柔順 超好多 我們都沒有用梳子 只用手吹乾 它的光澤度就很柔順 而且那一塊都是亮的 後面兩邊 怎麼會這樣 真的差滿多的 差好多 你看這邊其實就是比較枯黃一點 然後這邊的光澤 差好多 這邊好柔順 吸收好快 而且因為它吸收很快的 就是它吹乾的時候 都是完全不會有黏膩的感覺 所以它的律動效果是真的很好 老師 這是直頭髮的人 可是有捲度的呢 有捲的話就是其實因為 也是洗完 也是洗完 先抹這個 然後吹乾前先抹 然後反而你可以多用一些手勢 比方說用繞的 去讓捲度可以更立體之外 髮油可以吸收得更好 他們家同款還有出就是 氨基酸的直萃的洗髮精 對 它這個滿厲害 因為它裡面全部都是很高濃度的精油 也就是很直萃的一個成分就對了 其實因為氨基酸 大家如果在髮廊護過髮 其實很多 就髮廊都會說 都要撇好幾千 如果有氨基酸對不對 因為氨基酸其實是對頭髮來說很重要 對於蛋白質的一個關鍵 對 所以其實它主要是做 所以它洗完的時候其實 它裡面有加精油 可是它其實一次可以幫你 顧到頭皮的問題跟頭髮 因為精油其實可以解決你肝癢的問題 再來精油也可以讓頭髮的強韌度 或是光澤度 然後做到一個修復 而且像這種洗髮精 就是針對不同的髮質 或是你頭皮有問題 我覺得都滿建議可以做使用 用精油很棒 然後它同一組有出結構式的護髮素 精油的味道 結構式護髮素 好聞 超好聞 它味道超舒服 它不是那種鴨胖 對 鴨胖 對 不是那種鴨胖 過度的那種暴風 對 然後它這一罐結構是護髮素很厲害 就是它裡面的護髮的成分 其實是讓頭髮的結構 從最底層 然後慢慢做強韌跟修復 尤其像窒息頭髮很細軟 或是你頭髮長期飄染 都會斷掉的問題 你可以常常做使用 而且建議大家抹的時候 一樣先從尾端抹完之後 可以稍微停留 一下下時間再把它沖掉 效果會更好 停多久 其實大概停個3分鐘5分鐘 洗完澡把它沖掉就可以了 建議大家如果搭配髮油 可以一起搭配這組洗護 洗髮精完了以後 護髮也要每天護 護髮看你的頭髮嚴重 受損的程度 如果你想做日常保養 每天都可以用 還是要把清潔的做好 然後髮質顧好 其實你就可以 就算每天都可以 就算一頭爛髮 對 你都可以把它呈現有光澤 然後很亮麗這樣 這是真的 好厲害喔 全隊護髮產品 才能有一頭美麗秀髮 造型不NG